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这股民的疑难杂症 有老师来开讲 我是崔佑达 台股在这两个礼拜 真的是小标股飞上天了 但是在激情过后 今天的行情有一点冷静下来了 大盘跌了快要100点 当然这100点是被台积电 跟联发科所拖累影响的 但是贵买指数也是创高翻黑 不少的军工股市涨多拉回 像是汉翔 像是雷虎都是如此 强势股当中2457的飞虹 也是上冲下戏 到底要怎么判断说 这些到底是涨完了 还是法人正在右空当中 请教的是资深分析师张家豪 阿豪老师午安 大家好 我是阿豪 而今天有一个族群 正在加温当中 就是网通光通讯 第一个是德国正在举办的是 汉诺威工业展 厂商大秀5G通讯等等的新应用 第二点就是网通大厂的核勤控 公布了第一季的字节获利 EPS是赚进了1.17元 创下了近10年来的次高 所以今天的股价标签很强 逆势涨停 现在还有哪一些是有价值 但是被低估的网通股呢 请教的是资深分析师吴岳展 展哥武安 大家午安 好 阿豪老师我们先来看大盘 今天下沙到底是谁卖的 三大盘卖压其实还不小 一共卖超了108亿 外资连二卖 今天卖压比较大87亿 投信也是转卖 卖超7.5亿元 自营商也卖超 卖得比投信多14.2亿 外资的期货多单 有来做减码了 从昨天的1.1万口 降到了9490口 现在的多单不到万口 但是明天很重要的就是 台子旗要来做结算 还有办法期待往上拉高结算吗 OK 其实会操作台子旗的人 除非说有单子被咬住 不然的话其实已经准备做 台子05了 已经准备换月做下一个月了 可能已经转仓了 对 已经转仓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与其在追这个比较短线的话 我们干脆把整个大架构 让各位看清楚 其实当大家心里面知道 它原来就是有这几个步骤 可以走的时候 大家在操作上就比较 不会那么一样的一个担心了 我觉得跟我们台股最关心的 其实今天就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今天又被人家给压下来了 台积电今天收的价格 阿浩老师你说这个洗盘点 512到515嘛 今天刚好就收到这个价格 对 所以你会发现它很刻意的 在过完年之后 就是我们新春开放盘到现在 它一直就是在这个区间 546到512这中间 那你会发现如果说我把它 划成这两条线的话 它几乎我们过完年之后 它几乎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去做一个盘整 那它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金融市场上 其实它的资金成本是很重的 它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有它背后的理由 以及它未来的规划 所以我帮各位先把它化解掉 化解掉各位的一个疑虑 大家在操作上可能会比较有一个 明显的方向 毕竟礼拜四就要召开发售嘛 大家会觉得台积电到底是不是讲坏消息 那如果真的有讲坏消息的话 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 利空出镜 利空顿化 对 那像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今天市场上就传出了这个 艾斯摩尔 对啊 台积电如果砍到艾斯摩尔的单 那当然这些消息蛮天飞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它不会是 它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握 而且不会是假的消息 那就是在这个K线的部分 对 股价的反应 对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能够拿到的东西 好好的 正确的去做一个解读就好了 台积电的话我们用周K 看它整个大架构 它从235到688 那从688再到370 那现在是不是在这地方 我们刚才看到它从过完年之后 它就盘整在这个区间里面 对 因为我们只 如果只眼光很前短的话 就会只看到这边嘛 但是阿豪老师竟然看到周K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一个关系 的一个架构就是 它会在这地方盘整那么久 一定是有它的用益存在 那它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我发现当你把框架放大 你就知道原来他们是要干这件事情 从110年的1月到111年的4月 那时候是台积电最风光的时候 那时候它不断地往上冲高 甚至来到了这个688 可是688之后 它到了去年的这个时间 去年的这个时间 110年的4月 它不小心跌破了 跌破这个关键的颈线 这个关键的颈线的位置 就刚好是在500次左右 500次左右 所以它跌破之后 从去年的4月到这个地 到现在 它也在这地方慢慢地 又盘出了一个底 我们帮大家表示一下 这条颈线是540吗 对 大概是540 所以你会发现 它现在的形态 变成是一个大头 这个头真的很大 它花了一年三个月 形成了这个大头 那对抗的是 它花大概一年冲击量 因为今天才4月中而已 如果到4月底的话 它打了一年的这个底 那表示说最终这两个 要去做一个决战 所以它在这地方 其实它就慢慢地在布局了 因为它如果说真的有那个心 要去攻前面那个大头的话 其实我们算一算时间 真的还差一点点 所以你觉得现在打底不够久吗 时间还要跟这个头比起来 还差那么一点点 那至少这边打底要到 一年三个月 对 如果说你要再三个月的话 五穷六雪 七上吊 那不就是7月后吗 可是这三个月 太久了吧 太久了吧 所以它就用 有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方式 所以它就在这地方 它不断地在盘整 在盘整 可是盘整完毕之后 它的用意是什么 它OK了 它要去攻击的时候 它要去攻前面那个大头 开玩笑 那个是一年三个月的大头 攻完之后 一定会有再回撤的时候 再回撤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打底打得够久 打得够扎实 回撤很容易就再上去 因为可能就变支撑去了 对 你如果这地方 打底打得不够扎实的话 你变成假穿头会增破底 那就被人家给反攻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它在这地方 它要打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如意算盘 所以我觉得它在这地方 打得越扎实 其实将来你要去攻击 甚至要攻击那个688 成功的几率就会拉高很多 所以你认为台积英最近的回撤 并不是坏事了 其实我们就讲得比较白一点 因为关系都是到明年的1月13号 这一天是 我们手上又有拿着选票 又去总统大选 所以大选前的一年 你会可以看到 人家很多控拍者一些 真的很真功夫的一个手法 问题就在你看不看得懂他们的手法 顺着他们的一个 这个节奏去做一个操作 是 阿豪老师你提到一个重点 如果我现在打底的时间 还要至少三个月起跳的话 那行情会在哪里呢 OK 那这种时候呢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有跟各位去提过 其实大选前一年 你不用担心没有行情 但是像第一季 那种你买进去 就抱着不用去理他 直接涨三个月的那种行情 到第二季已经改变了 第二季比较重要的是 这个节奏的一个掌握 节奏的掌握会决定 第二季操作的一个输赢 所以我们知道了之后呢 其实大家就放轻松 因为你的担心 真的跟操作没有关系 跟获利没有关系 但是要做该做的事情 你有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市场要给你的一码也不少 我们就直接举例 像我们之前 在一月份到三月份那时候 它涨的股票是涨这类型的股票 比如说像这种 对 生计股 对 它不动就不动 但是一动的话 就算你只买一张 你从赚9万 赚12万 赚20万 赚27万 赚到33万 只有一张 那换算来讲的话 其实涨了快要七成 涨了快要七成 那时候的股票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涨 我们发现原来它是 大幅度的成长 对 营收爆充型的 它营收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大幅度的成长 但是现在涨的股票 跟那时候涨的股票 就不太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对 我给你看 最近涨了很凶的一档股票 4968利7 对 它的营收 你会发现怎么都是绿油油的 其实如果光看营收法 应该是不会想要买这种股票 对 绿油油的 那甚至这些营收 它最后总会变成这个EPS EPS的话 它去年奋斗了一整年也不过 才赚0.62块钱 赚不到一块 赚不到一块钱 可是你会发现很奇怪 为什么它涨的幅度 跟刚才的那个保累幅度 竟然差不多 对啊 也快7层 对 也快要7层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们现在在玩的股票 已经跟第一季玩的股票 不太一样了 他们现在玩的是 走那种嘎空股 嘎空 对 也就是说 他们大家看到这种股票 很烂 想要去放空的 但是你一去空的话 反而就被人家给嘎上去 那这一档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去提过 这个地方破底 结果你回过头来看 它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油油空点 对 因为KDD挡背离嘛 所以我把它换算成百分比 昨天大家看不懂 15万 24万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我写15%的话 各位比较没感觉 但是我用100万下去算的话 各位就很有感觉 100万下去的话 到这一根是赚15万 到这一根是赚24万 到这一根是赚39万 结果到现在 你100万变成是赚了69万 这种嘎空股 其实它嘎起来真的是超凶的 可是这种已经涨7层了 有没有下一个嘎空股 可以来留意的 对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刚才看到它的 它的那个EPS 是不是赚不到一块钱 就赚了0.6了 那我们去换算下 你会发现很可怕 EPS乘以本益比 等于它的股价嘛 结果你看到它的股价 到186的话 它本益比已经超过300倍了 这样好像不太合理 对 不太合理 但是它就眼睁睁地 摆在我们眼前嘛 所以这就是 嘎空股很可怕的地方 那我再讲一档飞虹的部分 飞虹它去年一整年 好不容易变成没有亏钱 对 变成0.19 但是你知道吗 它0.19乘以400倍 等于76 你今天在盘中你看到 它真的不夸张 它的本益比已经超过400倍了 对 它也在嘎空吗 对 它是很标准的嘎空 而且是散物买上去了吗 不是 我给各位看 我们看一下飞虹 2457的飞虹 我们看日线 昨天它是不是涨停板 对 外资大买 对 昨天涨停板是谁买的 是外资买的 外资买的完之后 它嘎空正是超过了400倍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现在市场上的气氛 其实大家玩的已经不再是 以前那一种 你成绩很好 然后我们就给你很好的 它只要逮到机会 它就一下子给你嘎上去 一下子100万已经嘎了87万了 所以现在在财报空窗期当中 大家可能不看基本面 甚至是用筹码来做比较跟PK了 所以大家如果听不懂地方 或是想得到更多嘎空的教学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 可以扫这个电视上的QR Code 加阿豪老师的LINE LINE上面你也可以用搜寻的方式 这个搜寻小老鼠 GOOD580178 小老鼠GOOD580178 那昨天有加LINE的投资朋友们 应该有拿到这个嘎空指标 今天会再更新吗 这个嘎空指标股 昨天超多人在问 这个东西你拿到了之后 你还要知道 它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嘎 所以我们这种是用影片的方式 各位 各位你有加LINE的话 一定要记得按178 因为你有按178的话 我才有办法把这个教学 包括说那一档股票 它为什么可以称为嘎空股 它嘎空的目标是在什么地方 你要怎么样在它还没有嘎空的时候 先进场去做一个卡位 请加LINE之后 一定一定要记得再按一下178 好的确 阿豪老师讲得很重要 你也不知道说它嘎到天上去 会嘎到哪里去 明天的关盘重点 因为毕竟明天是台子级的结算 要怎么看台积电 台积电你还是把那个架构给考清楚 转强点就是532 不上去的话它就是继续压 这个其实他们就是在赶进度 赶这个嘎空股的进度 甚至延到5月之后 大盘比较压抑的时候 走的就是很标准的 这些标准的嘎空指标股的行情 所以做我们该做的是 加LINE一定要记得再按一下178 好 大家赶快要8 这个手机拿起来 可以少这个电视QR Code 嘎空指标股就可以来索取了 节目回来也要告诉大家 大盘今天下杀将近100点要担心吗 谁是被错杀的好股票呢 我们要从营收 还有季报的角度来拆解 法人接下来的布局方向 稍后请教吴岳战老师 欢迎你回到1600股民开讲 我是蔡友达 今天三大法人都占卖方 股会有起跌的现象 新台币中场是贬值3.3分 收在30.527元 在接下来就要问展哥了 因为昨天如果有加LINE的 这个粉丝朋友们 应该都可以拿到 电视上现在看到的这个 营收高成长股 但是你列的这个营收高成长股 实在是太多档了 所以粉丝在问说 这个资料到底要怎么用会比较好呢 对 因为我们在给大家资料的时候 通常会比较多 因为尽可能说给大家一些 怎么样看的一个启示 那中间当然我们一些股票 怎么从中间选 其实我们从中间当例子 我们最近讲什么 是不是讲伺服器 对 伺服器 对 就今天继续飙 银帮关不怕 越关越大我已经还涨5%多 然后中间什么 清晨涨停 对 清晨涨停 户华盘中间涨停 对 OK 那当然在这中间我们就可以看 这么多的族群 我们昨天先点名的是伺服器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族群 是可以关注的 对 法人会比较力挺的 对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但中间我们想 前一段时间其实活蹦乱跳 那活蹦乱跳的过程 哪些先涨的 哪些还没涨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中间当然电力的族群 已经先涨一波了 电力充电量涨一波了 之前我们点名台积电大积电 它营兽也大幅成长 连语根本不用讲 连语点名完已经翻倍了 然后再来还有什么 军工是不是最近也不要翻了 对 而且都被处置了 很多被处置了 对 连老大看起来 竟然这么凶狠 所以这一块也涨多了 然后之前我们是旅游餐饮 这一块也涨过了 但是OK 我们昨天有四方股 娱乐 义后娱乐 OK 很多人去看演唱会 对 然后再来 这些都涨过了 对不对 然后最近生技是不是又开始红 对 今天生技有几档蛮强的 像是双美涨停 大雪光眼球商机也蛮抗跌的 对 大雪光我们推荐350 今天又再创波段新高 425了 OK 那陈叶宜其实之前也不错 南光我上周连线有点名 包含剑桥 OK 所以这里看起来 也有一些涨了 好像都涨过 对 好像也涨过 中间我们就看还有谁 汽车可能是一块 我觉得汽车 那当然泛德泳业其实不错 对 中间也包含林煮健的东浦 百达 新加坡商 华福有点涨多了 对不对 然后山羊工艺其实也涨蛮多 最近有涨很多 对 然后所以你看接下来有谁 网通 IPC 今天网通感觉是比较逆势抗跌 而且之前讨论度反而比较低 对 网通会不会接棒 像是军工 像是生计 它会资金有往这边迈进的现象吗 我觉得确实有这个可能 然后这个部分待会带大家看 然后另外我们就看 几乎都圈完了嘛 对 剩下还有谁 IP半导体 所以这一组还没动 那我们想 最近外资应该还是回流的趋势 然后礼拜四是台积电法说 所以我如果有大资金 我不会现在压 我刚才等你法说会开往再压 所以以外资的心态来讲 他至少等到台积电法说后 他再回头看这些半导体跟IP 对 所以今天礼拜二 所以明天后天两天而已 所以等一下很快 所以有没有可能最后资金回到这一组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到时候再跟大家讲 所以今天我们就专注在这边 那个网通跟IPC的组织 好 我们先从伺服器跟网通 帮大家说起 当然在这一波最为强势的是 3693的银帮 但是银帮也是涨到被处置了 现在该怎么操作呢 OK 当然银帮我们推荐很久了 所以其实昨天我们下节目 就有同学赖我说 老师你讲错了 我说哪里错 哪里错 他说他不是翻倍 他已经快三倍了 他快三倍 我们从七十几块 看是从哪里开始算 对 但是因为我们去年推荐是七十几块 OK 但是OK 没有问题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例子 它过去这样涨 在当然我们刚刚讲 营收的部分它是大幅成长 没有问题 它也是营收高成长的 对 那技术面上怎么涨 当初我们是不是说买在这边 占上135 对 为什么是135这个价格 对 OK 所以你看 前面这一波这样涨上来 是不是在这里 对 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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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们过去常讲的 这里123都来过 关键价嘛 关键价位嘛 所以关键价位这个平台 我们是不是说站上135 这个位置有机会拉出去 所以这一波站上来我们买进 还没有收黑过 对 真的这种 这幸福真的来得太快了 涨得快五成了 所以你看同样的模式 有没有机会再找到相关的股票 对 有没有办法找到下一档的银帮 对 所以从中间我们就从技术面 再来筛选 那刚刚我们讲网通跟IPC嘛 所以IPC族群你有帮大家筛 有这一档3022微墙电 你看这一波涨上来 是不是到这边 已经网上要突破三次没有过了 对 但是你看这里其实是电高的嘛 底底高 对 然后这边同样的关键价位都没有过 今天在这附近 所以关键价位抓多少 86块8附近 今天收86块左右 对 然后你看三月营收年征率六成多 累计营收年征率也将近四成 是 然后EPS八块 然后本益比才多少 十倍 那本益比也不算高啊 对啊 所以评价面也不高 然后再来殖利率4.07 你说高不算很高 但是说低也不算低 所以这个位阶加上它有这个成长性 有没有机会突破 我觉得有可能 所以如果突破完 是不是一个买进点 我觉得可以这样考虑 那在中间我们就可以电挡一下吧 先做一下次族群 然后通族群我们也帮大家找一档 好像这个6570的微田 对 它有这个现象吗 关键价格在哪里 没错 你看这边来过嘛 然后这边 对不对 然后这里又来 旅工不过 然后这边 这边隔天突破完又下去 然后所以这边又再来 所以看起来这个价位还蛮重要 已经走四五次了 对 所以大概63块左右 所以突破63块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是这两天才突破的 对 所以它刚突破 刚微强店还没突破 对 但是其实都是有一个突破的概念 那我们看它基本面 它的EPS五块多嘛 现金殖利率其实现在来到6% 那不是比微强店更好吗 对啊 所以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是有 所以你看它这样算本一笔的话 才12倍左右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在资金 外资资金还没回流的过程 我们先玩一下小族群 所以有些四族群 可能是内资会青睐的 毕竟它有业绩好 那殖利率也不错的 就可能会受到这个法人青睐 再度的点火咯 但是未来的商机呢 我总是要看到展望好的吧 对 没错 你看我们一路追踪伺服器 其实这个题材当然很远 从元宇宙到伺服器便利运算 那我想算了这么多东西 到底要干嘛 还是要传输嘛 对不对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看云端基础设施 它里面这个占最大的 这个33%叫伺服器 这一块蓝色的是伺服器 对 它最高 然后其他的你说土建 土建这个 这跟我没关系嘛 但是你看这个也算不低的 9%的是什么 网路 这一块网路安全 交换器 光模组跟路由器 很多台湾厂商在做 对 OK 那这一部分当然还有什么 升级的概念嘛 以前是100到200G 现在是有升级需求 这个我看不太懂 100G 200G 400G 800G 这差在哪里 我们就差在速度 网路速度 所以是400G速度比较快 对 我们这不是科技教师 对 因为这个好像太难了 我不太会 对 所以这个没关系 我们就记得有升级的需求 然后你看紫色这一块 它是不是这一块需求 实际是越来越大 粉红色的 就是400G这个地方 对 所以这一块 台湾厂商的供应点 其实你看网通 光通讯的族群有谁 大家一想就会点名三个 对 华星光 重达KY 波罗位 其实就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股价的表现 到底有没有进场的机会 对 其实上一次通告 我们是不是讲 大家会买在没行情的时候 什么叫没行情 我们是说周线 周线你要有量 但是你看华星光 有啊 周线今年都是有量的 对 所以去年确实没量 过去确实没量 但一路走量走上来 然后你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是不是也是步步高 对 所以它维持一个上升的格局 而且近期发生什么事情 好像是突破了 突破前高嘛 对 所以这个个股 其实你看今年 三月营收年车率75% 累计营收年车140多% 这个是非常非常高 很惊人的数字 很惊人 真的 而且今年Q1的营收的 YOY跟去年比也是140多% 所以你看这个部分 其实那时候1月 我们就有被烫到过一次 为什么是被烫到过 你看这里就突破 其实这里有一个高点 然后这边突破 突破隔天跌停 因为照理来讲 依照展哥的操作逻辑 突破前高就是买进讯后 但是它又跌回来 对 所以我们隔天就砍了 今年最快停损的一档 但是那时候是跟谁 358的那个神准 因为第一季的获利都不如预期 对 但是你看 这一段跌下来 它是不是一样步步高 所以你说这边去买的话 你看今天总算熬到这里 是 这边又再次突破 而且今天突破算是带量 但是因为涨停 所以量还没有爆出来 所以只要不跌破前低的位置 甚至有来回撤前低 都是加码点或者是进场点 对 我觉得大概55块这边 有手的话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有 那另外一档是4977重达 重达就当然 它的生长性相对稍微低一点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找 你滑心矿可能活泼一点 重达可能没这么活泼 但是一样 它都是最近是有量起来的 对 今年也是有量的 然后这边也是 我们抓重要价位 124.6附近 所以这边有没有机会向上突破 今天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档 可以一起观察 如果明天滑心矿突破 我觉得这两档都可以考虑一下 滑心矿如果突破 重达有可能沾光往上 这是展哥给大家的操作逻辑 现在大家马上拿起手机 可以扫电视上的QR Code 加展哥的LINE 也可以透过LINE搜寻的方式 小老鼠WU5868 小老鼠WU5868 这两个方式都可以加展哥的LINE 今天有特别的东西要送给大家 加LINE回复1888 就可以索取展哥的私房骨 什么是私房骨呢 因为当然有时候私房骨就是可能 成这样不是那么热门的 量比较小的 对 但是OK 昨天我自己节目就有讲私房骨 结果今天不小心又涨停了 哪一档 可以讲吗 就是我们有片头彩蛋 不是片尾彩蛋 是片头 对 片头有彩蛋的 那一档有求必应 所以OK 已经两根涨停了 当然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 不错的个股 特别是现在的盘式的格局 我们讲 在外资还没有回流的时候 还没有回主流的时候 赤族群还是活蹦乱跳 因为毕竟今天杀台积电 杀联发科 资金就是不在这里 对 所以你看赤族群 我们昨天点名的 师父记起来了 还有哪些有机会 当然中间有某些私房骨 我觉得还是有 所以欢迎大家先来加赖回复 但是因为私房骨 我们不可能大声嚷嚷 对 所以欢迎加赖来跟我们索取 但是我们还是会看一下 稍微做个筛选 看怎么样适合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大概是用这样的角度 展哥是透过这个 营收高成长的角度 告诉大家说 有哪些股票可能是错失